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道题应该选的是A 这个比较简单的 可以后再去看一下 看一下第二题 第二题它说假设说现在银行C 它借了一个面链的欧元给到X 然后五个面链的欧元给到Y 也就是说现在它是一个组合了 它有两个资产 然后它的X的违约概率是0.2 Y的违约概率是3% 然后呢 TD of joint default 联合违约的概率是0.1 然后呢 X的违约损失率是40% 然后Y的违约损失率是60% 现在仍然问的是expected loss 那么这里应该用的是什么呢 就是组合的预期损失的计算 应该是等于单个资产的预期损失的一个加总 所以计算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 整个组合的预期损失就应该是等于 第一个资产的风险长口是1个million 然后呢 违约概率是0.2 回收率呢 不 这个损失率呢 40% 第二个资产呢 它的一个实际的exposure是5个million 然后呢 违约概率是0.3 然后回收率 不 损失率是60% 然后算出来呢 它的预期损失应该是等于0.98 那但是呢 在这道题当中 可能会有些同学会问一个问题了 是这个joint probability到底有什么用 对不对 这里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其实这个内容在我们刚才讲例子的时候 其实隐含在里面是有的 可以看一下之前的例子 在之前我们讲的这个三个资产的例子当中 其实哪一个指的是joint probability of the food 是不是就这一项 对不对 所以它只是其中的一个过程 它得出的结论应该跟每个资产预期损失的加总 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呢 如果你说真的我想要用这个维度去算 可不可以算 可以算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要用到这个维度 你就必须要把分布建出来 那你把分布建出来的方式当中 你才可以用到这个维度 怎么做呢 就比如说 我现在是两个资产 我有X资产和Y资产 那我把所有情况列出来就是 没有违约的情况 X违约的情况 Y违约的情况 XY同时违约的情况 对不对 你可以把损失列出来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可以把它发生的概率给计算出来 其中呢 Joint probability of the port是0.1 那么就是 两个同时发生违约的概率是0.1 对不对 然后呢 告诉我们X的违约概率是0.2 但是这里要扣除什么 如果它只计算它单个违约的话 就要扣除两个同时违约的概率 所以就是0.2减去0.1 对不对 然后告诉我们Y的违约的一个情况 是0.3 那么如果只是Y单个违约的话 那我们就要扣除掉两个同时违约的情况 那么这应该是0.3减去0.1 对不对 然后剩下的 这一项就用1减去剩下的所有的概率就可以了 因为它们加总起来是所有的情况 对不对 能跟上吗 所以这里没有违约的概率可以算出来是0.6 然后你再把损失情况写出来就可以了 这里应该是0 这里应该是1乘以0.4 然后这里应该是5乘以0.6 然后这里应该是1乘以0.4 加上5乘以0.6 这个能看的话 就是每一个的它的exposure乘以它的违约损失率 然后这个是两个加总起来 然后你要算预期损失怎么算 概率乘以损失全部都加总起来就可以了吧 对不对 所以0.6乘以0 0.1乘以1乘以1 这个0.4 然后0.2乘以5乘以0.6 然后再加上0.1乘以这一项 是不是 最终算出来的结论是完全一样的 也是等于0.98 所以如果说碰到这种情况 如果你是直接用祖国的预期损失 等于单个资产加总的话 Joint probability of default是不需要用的 只有什么时候要用 就是你建模分布的时候 才会用到这个维度 所以这个大家要看懂 不要踩到限定里去 好看一下第三题 也是比较简单的 他说现在有一个 这个投资者 他有一个组合是100万的 然后这个组合当中呢 有一个A评级的债券是40个面链 有一个3B评级的债券是60个面链 假如说A一年的违约概率是3% 3B的这一个一年的违约概率是5% 然后他们之间是互相独立的 然后呢 A资产它的一个回收的价值是70% 所以这个是回收率啊 损失率就是30% 然后呢 3B的这个资产它的回收率是45% 所以它的损失率是55% 然后算它的预期损失 那这个也是比较简单的吧 好 就直接把试字列给大家 可以回去自己看一下 组合的预期损失就等于 单个资产的预期损失的加总 就应该是等于40个面链 乘以3% 然后呢 乘以30% 然后呢 再加上60个面链 乘以5% 再乘以55% 算出来呢 应该是等于2.01个面链 所以这道题应该选择是C 这里没有列到 关于CreditVAR的计算的题目 对不对 但其实不需要列 为什么 因为CreditVAR的计算 在刚才我们讲的两个例子当中 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 Rodon1的情况和Rodon1的情况 所以大家在复习的时候 如果要复习CreditVAR的计算的话 你就把刚才我们课上讲的两个例子 好好的回顾一下就可以了 那基本上出现的题目 不会超出这样子的一个计算 好 这是第一部分 Introduction of Credit Risk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入第二部分 Credit Risk Measurement 如果数学不是特别好的人 在学习这一部分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消化不良的情况 因为在这一部分呢 我们要讲很多的模型 所以如果有些背景支持 你不了解的话 你可以下课来问我 那这一部分我们刚才讲过 我们主要讲的是 三个不同的内容的测量 前两个是信用风险当中的关键维度 一个是PD 一个是Exposure 最后一个维度呢 是综合风险的一个分析 就是交易对手风险的度量 我们在这里 Measurement主要讲的是三个板块 那么侧重点各不一样 其中量化分析要求最高的是 第一个 Probability of Default 这一部分我们的模型非常的多 我也数不清楚 非常的多 因为每年都在加 但是这一部分当中 常考的模型呢 其实还是有限的 待会我会告诉大家 哪些是比较常考的模型 所以你在复习的时候 重点的复习一下 常考的模型 其他的一些比较偏的模型呢 稍作了解就可以了 这一部分之所以 违约概率的模型非常的多 它是有一定的背景的 当大家学到巴塞尔协议的时候 大家会知道 在信用工钱的测量当中呢 它的资本要求 给到我们的计量方法呢 是不同的 有基础的方法 还有这个内部评级模型 那其中呢 内部评级模型呢 是比较高级的方法 但是它又分成两种 一种是基础的内评法 还有一种是高级内评法 它的区别在于 基础内评法 它只允许金融机构估算批底 而高级内部评级法 是允许金融机构估算批底 exposure和loss rate 所以为什么批底的模型最多 是因为金融机构 在适用监管层要求的时候 它是先适用的是 只允许它估算批底 所以它在估算批底的时候 它就会有非常多的研究 我怎么用自己的模型去估算 所以就会有非常多的方法 所以这是它有 它这个背景的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部分 我们主要讲哪些呢 想让给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第一部分 我们要讲一下 目前是好像常见的 这个违约概率估算模型的分类 有些什么样的分类 但这个分类只是一家之说 也就是说只是一个作者 它是这么分的 所以不能说所有的模型 都可以分进去 这只是其中的一些模型 它做了一个分类 这个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分类 那这个分类对我们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大致能够帮你了解一下 后面大概我们要讲一些 什么样的模型 这是第一部分我们要讲的 第二部分呢 我们就要开始重类讲模型了 那这当中我们会讲几类不同的模型 首先第一类呢 我们会讲一下 评级系统当中 我们知道外部评级系统会有很多的评级 对不对 我们在一集也讲过 评级系统除了给你评级以外呢 它还会给你违约概率 对不对 那我们就会简单的讲一下 评级系统它的特点 它的评级特点 它的违约概率的特点 以及它的违约概率是怎么出来的 那我们说评级系统的违约概率 其实是通过历史数据去估算出来的 也就是说拿过去很大量的数据来估算出来的 那这当中呢 我们会借助评级系统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根据历史数据如何来估算违约概率 而且呢 还会解释一下 有哪些常见的违约概率的度量的维度 这是rating system 是属于考试当中一个比较常考的一个模型 第二个模型 我们要讲的是根据市场价格来估算的违约概率 根据市场价格来估算的违约概率呢 这一部分其实我们分了两大类型 一个是根据战券价格来估算违约概率 还有一个呢 是根据股票价格来估算违约概率 那么这当中呢 也会有一些核心的模型 这也是考试当中一个比较常考的模型 当然这当中还有子类 它还有很小类的不同的模型 要稍微注意一下 第三部分呢 是一个比较偏统计型的违约估计模型 叫做指数分布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这个叫指数分布 而这个内容呢 相对来说 可能会一开始会大家不太理解 因为其实指数分布 我们在一级定量分析当中是没有讲的 但是呢 我们在一级定量分析当中 讲了一个跟它非常相关的模型 所以我们会从这个 非常相关的分布 我们会从这个分布给大家引入 这个分布呢 就是伯松分布 伯松分布是建模次数的分布 而指数分布呢 它是建模时间的分布 它们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它们共用同一个参数 都是Lambda 所以我们会从指数 这个伯松分布的角度来给大家讲解 指数分布 它的特点是什么样子的 以及如果用它来估算违约概率 这也是属于考试当中比较常考的内容 接下来呢 我们要讲一个叫做Single Fact Model Single Fact Model也是加入到我们考试当中 有一段时间 但是考试当中始终考的不是很多 因为它在实际运用当中 可能不是用的很多 那我们会稍微讲一下 它的特点就是说呢 我们在之前讲过 可以根据这个股票的价格 或者来估算违约概率 而单因素模型当中呢 我们讲的就是根据资产的收益率 来估算违约概率 这当中呢 它讲的是S Return的一个使用 这个因为考的不多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而且这个模型不是特别难 随后呢 我们来讲一下其他的模型 这个Ether Models呢 主要指哪些呢 有一些是2018年引入进来的 也就是说之前考当里是没有的 这些模型呢 非常的新啊 有很多是现代社会上还在讨论的 就比如说像人工智能的一些模型 这些模型呢 你看到不要太紧张 因为它涉及到的是计算机科学 我们考试当中涉及的不多 基本上Ether Models当中的这些比较先进的模型 目前还没有考过 就是说考试当中没有设计过这些先进的模型的一个考察 如果要考察的话 一般也是偏定性的 因为这一部分的模型 它都没有做大幅的展开 只是做了一个介绍 所以呢 也是理解为止就可以了 除此之外 在这个Ether Models当中呢 我们还会讲一些专门针对于中小企业 或者是个人消费类信贷的 纯债务性组合的信用风险评估的一些模型 我们也会稍微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所以Ether Models不是一个重点 理解一下就可以了 最后呢 Concentration Risk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 它指的就是通过PDLR和EA 以及这个Expected Loss Unexpected Loss 没有办法估算出来的一种风险 就是多个资产同时违约的情况 那在这里呢 我们会讲一下它的量化 是怎么来进行量化的 如果计算一个资产组合当中 多个资产同时违约的一个发生情况 那这是Populity of the Food 这一部分 我们要讲的内容 那我们逐一来看一下 首先看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 就是它的划分 那我们可以把市场上 形形色色的 估算违约概念的模型呢 主要分成三大类型 Expert Based 基于专家的 Statistical Based 统计类的 Heuristic and Numerical Approach 这个是指的是 启发式跟数值的一个运算 分别给大家解释一下 Expert Based 通常指的是评级系统当中的一些 违约概率计算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Expert就指的是 评级系统当中一些专业专家 他们给出的一些建议 所以Expert Based 它指的是这样子的一种 违约概率估算的一个分类 Statistical Based呢 主要指的是 用一些统计的手段来估算 违约概率 这当中呢 它还可以进一步细分 分成两种 一种呢叫Structured Approach 另外一种呢叫Reduce Firm Approach 也就是说 它可以分成这两类 那这两类的区别是什么呢 Structured Approach 这个Structured 大家知道 它是一种有结构的 这样一个性质 那么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种模型当中 我用的是统计的方法 但是呢 我会有一些经济金融背景的假设 就比如说 我们在后面讲到的一个 通过股票价格来估算 违约概率的方法 叫非常有名 在我们考试中 也经常会出现 叫做莫顿模型 那莫顿模型当中呢 它就是基于 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的结构 来分析它的资本结构 就是 Capital Structure 分析它的资金来源 它的债务 它的一个股权 然后来分析 它的一个伪决情况的 这种情况 就是属于 有经济金融背景的 一种统计的一个运算 所以它是 叫做Structured Approach 那么另外一类 Reduce Firm Approach 就是纯统计的 它使用的就是说 从统计上来讲 解释力度最高的一些维度 来进行 违约概率的估算 就是纯统计的 这当中呢 比较常见的 我们在后面会讲一个 叫做LDA方法 这个叫做 Linear Discreate Approach 这个叫做线性判别法 线性判别法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就是一个 线性的函数 这个线性函数呢 能够给到我们一个评分 然后帮助我们来判断 它的信用贡献 那么这当中呢 它的形式可能就是说 我的一个Score 一个评分 等于什么 AX1加上A2X2 然后加上 这就是一个纯统计的 一个函数 而且是一个线性函数 然后可以通过不同的维度 来解释这个评分 然后根据评分来进行判断 那这当中呢 它是没有任何的理论背景 在里面的 只是在统计角度 我去找一些 对它解释力度 最高的一个维度 那这是statistical base的这一部分 我们可以拆评这两大类型 当然这 这个 这MOD模型和LDA 只是举例 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模型 我们在之后会给大家介绍 然后第三种 Heuristic跟Numerical 是属于我们这一部分 最玄乎的两个模型 因为这两个模型 是有点跨界了 因为它涉及到的是 参加科学 还有一些是传统计的 一个高性能的 数值运算的这一部分 所以它并没有做太大的展开 这两部分 其实最主要的运用 就是在人工智能当中的 一个运用 它们的特点是什么呢 Heuristic 指的是启发式方法 Numerical 指的是数值算法 它们的特点是什么呢 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后面 没有做过多的展开 都是介绍 它的特点就是 Heuristic这种启发式 它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根据一些专家的经验和结论 然后建立一些计算机的模型 然后呢 这些计算机模型 就是根据经验结论 然后推 这个进行判断的 就比如说 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很多的这种 人工智能的机器人 对不对 然后很多人工智能的机器人 它可以跟你形成 简单的一个对话 对不对 那它的这些反应应变能力 都是基于什么来的 就是过去的一些经验结论 就是碰到这样的情况 它是怎么来进行处理的 对不对 输入大量的这些经验结论 它就是根据这些经验结论 来进行 这个运作的 这就属于启发式方法 所以启发式方法的特点就是说呢 我是有经济结论背景的 所以我不是把所有的情况 全部都分析一遍 我只把我认为 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全部都分析一遍 这是启发式方法 那数字算法指的是什么呢 它最当中 它会有非常大量的一个统计的运算 有很多不同的模型 它的特点就是说呢 它会把所有的情况 全部都算一遍 然后找出最优解 所以这当中 它会涉及到非常大量的 一个数值运算 通过计算机编程 然后达到一个计算机 大量运算之后 得出的一个结论 所以它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呢 就是说启发式方法 是属于一种 有点像是走捷径的这种方式 因为它是有一定的 经验结论的 那么我可以少做很多的操作 少做很多的运算 而数字算法呢 就是说没有任何背景 就是把所有情况都分析一遍 是这样子的一个差异 这两种方法呢 都能够帮助我们来评估信用风险 但是它们两个不属于 直接估算违约概率的模型 就是说 它其实是估算不出违约概率的 只能做一个判断 就是说 它可能是会违约 还是不会违约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判断 那我们 这个 我们所采用的这本原版书 当中这个作者 他就是把违约概率的估算呢 拆分成这三大类型 稍微了解一下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重点看一下 一些比较核心的模型 首先看一下reading system 评级模型 评级模型的话呢 它指的就是 我们在信用供典分析的时候 可以借助于评级机构的 评级模型来进行分析 那评级机构的评级模型呢 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些 分析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对于我们的供典管理 能够提供一定的帮助 我们可以运用评分 评级来对我未来的一个 信用的一个定价 以及它的一个资本的计题 来做估计 也是我们风险管理当中 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 在后面讲到 巴塞尔协议的时候呢 对于信用风险的分析 一开始很多的资本计量的模型 都是基于外部评级来的 也就是说 是通过外部评级来进行分析的 除此之外呢 评级呢 它是一个定序的 一个分析的一个模型 它会告诉我们 不同的信用质量 它的评级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么它对我们的风险管理呢 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除了外部评级以外呢 一些信用机构 它也会建立自己的内部评级模型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保证 它是一个比较好的评级模型 这样子的话呢 它才会对我的风险管理 起到核心的作用 那我们说 如果要是一个比较好的评级模型 那么它必须要满足一些 什么样的基本条件呢 我们这些 这里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基本要求 一个好的评级系统呢 我们要求有五个基本的 这个原则 首先第一个 measurable 就是说 它是可测量的 可测量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评级模型当中 它是可以告诉我 违约概率的一个估计的 这个叫measurable 第二个呢 verifiable指的是可验证的 可验证指的是 我是可以通过试尔数据去验证 它的结论到底是准确还是不准确的 第三个objective objective指的是一个 它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数据 那这个客观指的是什么呢 它只反映市场上关于信用风险的一个部分 只考虑市场上关于credit risk的一些因素 这是objective 第四个呢 homogeneity指的是同质性的 同质性的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不同的产品 或者是不同的发行主体之间 我给到这样一个评级 互相之间是可比的 就比如说我有abc三个发行主体 我给他们的评级分别是 两a级的 两b级的 那么这个评级 他们互相之间的评级分析的方式是完全一样 他们是互相可比的 这个叫做同质性 最后一个特异性 特异性指的是什么呢 特异性指的是在评级系统当中 他关注的信用风险通常只关心 违约的部分 也就是说他在分析信用风险的时候 主要关注的是违约 那我们说一个好的评级系统的话呢 我们说至少要满足这五个要求 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评级模型 我们才可以用到他的数据 来做进一步的信用风险分析 那市场上我们经常会用到的呢 主要是三大机构给到的评级 标普目的和惠誉 其中标普的评级用的是全大写的形式 而目的的评级呢 用的是大写加小写的形式 然后呢 这当中呢 我们要注意一点 就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要注意他们的评级 其实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他们之间并不是可以直接可比的 为什么说他们之间并不是可以直接可比的呢 是因为他们在评级的对象上呢 存在一定的差异 一般来说呢 目的的话通常是issues rating 什么叫issues rating 就是偏产品的 它提供的大多数是这个主体发行的某个产品的评级 所以一个主体可能会发行不同的产品 它不同的产品的评级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这是issues rating 而标普呢 通常主要提供的是issue rating 也就是说发行主体的评级 也就是说 我有一家A公司它发行了很多不同的产品 那么我不是对它发行的不同产品做的评级 我是对这个A公司做的评级 那么这当中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A公司可能会有不同的产品 有些它可能比较容易违约 有些它可能不太容易违约 这个在issue rating当中是体现不出来的 这是它的一个缺陷 然后惠裕呢 采用的是两者之间 也就是说 它有一部分是偏issues的 有一部分是偏issue的 它是怎么来体现的呢 就是它提供的是issue rating 也就是说它提供的是一个发行主体的评级 但是这个评级它是受一定限制的 受什么限制呢 就是会关注它在市场上 对外公开发行的一些产品的履约能力 也就是说它是跟产品结合在一起的 并不是说完全不考虑产品 也就是说 我比如说A公司发行很多ABC三个债券 那这当中呢 我对它发进行评级的同时 我会考虑它在ABC这三个债券当中 是不是会违约 因此我们在用到不同的 这个外部机构给到的评级的时候 我们也要注意 它们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 那实际给到我们的评级 我们在实际运用的时候呢 其实更多的不是直接用的是评级 我们更多的是用的是什么呢 是它给到我们对应评级的一个违约概率 一般来说 评级机构除了给到评级以外呢 它还会给到一个违约概率 所以呢 我们实际使用的时候大多数采用的实际数据是违约概率 那我们在实用的时候呢 一般来说它都会有一张表格 然后那张表格当中会告诉你 它的评级是在不同的情况下 它对于不同年份的违约概率是什么样子的 那在使用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一点 这些违约概率是一个叫做 Cumulative Deferry 累积的违约概率 这个我们在后面会讲 累积的违约概率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从期初一直累积到这一个期限结束 也就是说 如果是一年的话 就是从零时刻到一年 这一段时间它的违约概率 如果是两年的话 就是从零时刻到两年 这一段时间的违约概率 所以呢 它是一个累积的违约概率 因此我们在实际使用的时候 这个数据其实还不是直接用的 因为我们很多的产品 我们需要关注每一年的情况 而累积的违约概率 不能直接反映每一年的情况 所以我们还要做转化的 所以我们后面会讲 累积的违约概率 它是怎么算的 以及它如何转化成 不同的违约概率 来帮助我们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那么评约机构 除了会给到累积的违约概率以外呢 还会给到这个 Transition Matrix 也就是转移矩阵 那转移矩阵也是可以帮助我们 对未来的评级的一个变动 去进行一个预期的 因为它可以告诉我们 当前的评级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就比如说下面这一张 是一个一年期的转移矩阵 它可以告诉我们 Initial Rating 是在这一系列 不同的情况下 它在Financial 最终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 最后一个WR 叫Withdraw 指的就是撤销评级 因为一些非信用的因素 而撤销评级的概率 那么这是转移矩阵 它可以帮助我们干嘛呢 就是对未来的 违约概率去进估算 一般来说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 估算的是累积违约概率 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 假如说我现在有一个A评级的产品 那我要考虑两年内它违约的概率 那这个时候呢 转移矩阵就可以帮助我来进行估算 怎么估算呢 我就把两年内它所有的情况都列出来就可以了 它可能是在A评级第一年上升到3A 然后第二年发生违约 对不对 也可能是第一年上升到2A 然后第二年发生违约 然后呢 以此类推 可以把所有的路径去写出来 也可能是第一年就发生违约 对不对 而平级的转移矩阵呢 一般来说我们假设的是 每一个阶段是服从马尔可夫过程的 也就是说每一段之间是互相独立的 所以违约概率是可以 发生概率是可以互相相成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每一条路径的发生情况 都可以计算出来 比如说 如果我是从A变动到3A 再变动到D的话 这一条路径的发生概率应该什么呢 应该是A变动到3A的时候的概率0.1 乘以3A变动到违约的概率0 相成计算出来的 因此转移矩阵也可以帮助我们来 估算未来一段时间内的 它的一个违约的一个情况 那这是一个评级系统的一个简单的回顾 这些内容其实在一集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都讲过了 对不对 除了一个好的评级系统 应该满足哪些条件 这个没有讲过以外 其他的因素都讲过的 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要涉及到一些 之前没有讲到过的内容 就是结合着评级系统 给到我们的累积违约概率 那我们要了解一下 它的累积违约概率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以及这个累积违约概率 怎么转化成对于我们来说 比较有用的一些数据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评级系统当中的 它的违约概率计算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用的是历史数据法 也就是说它用的是历史上的数据 来进行计算的 那么它的历史数据 通常指的是什么呢 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 假如说我现在有一家公司 市场上有一千家公司 这一千家公司当中呢 我们根据历史数据来进分析的话 我们得到了一组数据 就是一千家公司在这一段时间内呢 第一年它发生了一部分的违约 第二年它发生了一部分的违约 比如说第一年发生了三个违约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剩下了997个 对不对 然后呢 它的第二年又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这些都是历史数据啊 就是第二年它发生了变化 就是六个违约 那么剩下来的 就是991个 然后呢 可能在第三年它又发生了 比如说十个违约 那么剩下的呢 就是 981个 这就属于历史数据 就是说我过去一千家公司 我可以拿到这一系列的历史数据 那有了这些历史数据呢 我就可以得到一些关键的数据 比如说评计机构会给到我们的 累计违约概率 那么累计违约概率 它是怎么算的呢 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累计违约概率 叫cumulative default probability 我们一般用c来表示 它的特点就是 累计一段时间的 multi year 就指的是 多年的 这样子的一个违约概率 它的计算是怎么来计算的呢 这个式子 我不建议你按这个方式来计 这个根本就记不住 因为你不知道它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 它其实你可以怎么来看呢 累计违约概率 它的计算就应该是 用的是累计违约数 也就是说 从七初开始 我的累计的所有的违约的数量 比上我七初的总数 这个叫做累计违约率 违约概率 那么有了这个分析以后 我们再去看一下刚才的数据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 累计违约概率了 怎么算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第一年的累计违约概率 那我们说累计违约数 比上七初总数 对不对 那累计违约数就应该是 三 对不对 七初总数的话呢 就是一千 对不对 那么算出来呢 我们可以把累计违约概率 算算是等于0.3% 那么累计到第二年的 累计概率呢 我们刚才讲了 它是一个multi 也就是说是多年的 也就是说它其实还是 从零时刻一直到 累计到第二年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两年的累计违约数 比上七初总数 那就是三加上六 除以一千 所以算出来是等于0.9% 那三年的话呢 就是三加上六 加上十 除以一千 等于1.9% 这个例子啊 大家还是要稍微记忆一下 因为考试当中是曾经出现过 以这一种类似的例子来考计算的 所以这个例子大家稍微消化一下 那么我们知道的累计违约数 是怎么出来的 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要再看一下 其他的因素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在实际分析当中呢 其实用累计违约数分析的不是很多 我们更多的是要需要知道 每一年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因此呢 在这里呢 我们还要注意一些其他的维度 第二个我们需要稍微了解一下的维度 叫做marginal default probability 这是一个在产品分析当中 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一个维度 因为它反映的是每一年的情况 但是呢 这个维度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是在考虑整体的情况下分析每年的 什么叫考虑整体的情况下分析每年的话 每年的呢 就是说我不是说把每年单独看成一个情况来进行分析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是 比如说今年就算一个违约概率 明年就算一个违约概率 后年就算一个违约概率 我们把它互相独立起来 不考虑前期的情况的话 这个是属于考虑个体的 考虑整体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计算了第一年的 计算第二年的时候 第一年的我也是考虑在里面的 就像第三年的时候 第一年第二年我也是考虑在里面的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给大家解释呢 是因为在产品分析当中 我们一般用的是这个维度 为什么 因为产品的期限都是定好的 就比如说我给你一个三年的利率互换 一个三年的利率互换 你要去分析每一年它的违约概率的话 你可不可能把之前都剃除掉分析 不可能的 对不对 你每一年分析的时候 都是应该是把之前的数据 都应该一起考虑的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marginal default probability 是一个考虑了整体的情况下 计算的单年违约概率 也就是它是每一年的 但是它是把整个整体都考虑进去的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它是怎么来进行计算的呢 这个式子又不太容易看懂 对不对 你可以把它看成什么呢 这个marginal default probability 它其实可以看成是 后一期的累计违约概率 减去前一期的累计违约概率 为什么它能够反映 这个某一年的情况呢 我们可以这么来看 如果我现在画一张图 比如说 我现在计算出来的是一个两年期的产品 那么第一年的累计违约概率 就指的是这一段 对不对 那两年的违约概率指的是这一段 对不对 那我有两年的累计违约概率 减去一年的累计违约概率 是不是算出来的就这一段 对不对 而且这一段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已经有了第一年的数据的情况下 我就算得出第二年 对不对 所以它们两个相减就反映的是 考虑整体情况下的单年 这个叫做marginal default probability 那么这还是比较理论化的 如果我们要去计算的话 应该怎么计算呢 可以看一下刚才的这个例子 刚才这个例子 如果我们要去进行计算的话 我们再算一下marginal default probability的话 我们就可以算出第一年 其实是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没有在值钱了 就是出入期 所以它的违约概率就是0.3% 那么第二年呢 我们说了等于后一期的累计违约概率 减去前一期的累计违约概率 那就是0.9%减去0.3% 对不对 所以等于0.6% 第三年呢 就应该是1.9%减去0.9% 就是1% 这个能跟上啊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编辑违约概率来反映每一年的一个情况 那这是它的一个计算 要稍微了解一下 那之所以要特地的强调 它是一个考虑整体的单年违约概率呢 是因为我们在后面还要讲一个考虑个体的单年违约概率 这个叫做forward probability forward probability是一个考虑个体的单年违约概率 所以这个你要跟之前区分开 什么意思 考虑个体就是说前列数据都不存在 就当没有发生过 我单年单年去进行计算的 所以呢 它的计算方法就是什么呢 它是用当年违约数 比上当年期初存活数 或者说当年期初的总数来进行计算的 所以它不考虑前期任何的情况 每一期都是单独算的 因此forward probability算出来跟marginal default probability其实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如果我计算forward probability的话 应该怎么算呢 我写到第二页上去 这个数据大家应该都看到了 我就那个了 我就不再重复了 那如果我要现在要算这个forward probability的话 一般来说呢 forward probability我们用第一来反映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可以写一下 第一等于什么呢 应该是等于第一年的累计数 比上第一年期初的总数1000 然后呢 第二呢 应该等于什么呢 等于第二年的累计数 除以第二年期初的总数997 然后第三呢 应该是等于这个第三年的违约数 比上第三年期初的总数991 所以它的计算跟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module default probability也是不一样的 它算出来应该是等于 这个是等于0.3% 这个是等于0.602% 这个是等于1.01% 这是forward default probability 这个维度其实很有用的 什么用处呢 这个维度可以去帮我们推 刚才我们讲到的累计维益概率 和编辑维益概率的 这个我们待会所有的维度讲完之后 我再帮大家来看一下 来看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边大家先了解一下 它是一个这么样子的一个概念 然后呢 还有一个我们经常会用的概念 叫做存活率 survival rate 存活率一般来说是一个累积情况 就是说我们通常只考虑累积情况 就是说累积到现在存活率 通常我们会单独去考虑 每一年的存活率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分析意义 所以呢 一般存活率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累积情况 那么存活率可以怎么算呢 可以这么来算 某一年的存活率可以用一减去 这个for the probability来进行计算 如果是多年的累积存活率的话呢 就是把每一年的 这个单个的存活率相乘就可以了 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我现在 第一是反映第一年的违约情况 对不对 第二是反映第二年违约情况 第三是反映第三年违约情况 那我可以算出什么 第一年的存活率应该是 一减去零点 百分之零点三 对不对 第二年的这一年当中 它的一个存活率呢 应该是一减去 零点六零二 然后第三年的 这一段时间呢 它的存活率是一减去 百分之零点零一 但这个维度呢 没有意义 因为一般来说 我们不会把存活率 单个来进行考虑 我们一般来看就是 累积到一年末的存活情况 累积到两年末的存活情况 累积到三年末的存活情况 那么它应该怎么算呢 累积到一年的存活情况 就跟这一句算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只有一年数据 就是一减去零点三 累积到两年的存活率呢 它应该代表的是什么 就是第一年存活下来的情况下 第二年才可能存活下来 对不对 它们应该是共同发生的 对不对 所以应该什么呢 一减去零点三 再乘一减去零点六零二 然后呢 累积到三年的存活率呢 就是一减去零点三 一减去零点六零二 然后呢 再乘一减去 所以一般来说 存活率我们用的是 下面这三个的计算方法 它是一个累积数 说此之外存活率还可以怎么算 因为它是一个累积数 所以它跟刚才我们讲的 哪个数据应该是一一对应的 跟累积违约概率应该是一一对应的吧 对不对 所以它也可以写成什么 一减去零 一减去零二 一减去零三 这个能看到吗 因为零一零二 零三代表的是累积违约概率嘛 对不对 它对应的就是什么 累积存活率嘛 对不对 它们两个应该是互相对应的 所以也可以这么来进行计算 那么这是在根据历史数据分析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得到这一些维度 对不对 那么比较重要的是哪些呢 一般来说比较重要的呢 是累积违约概率 这个累积存活率和这个编辑违约概率 因为呢 这个累积违约概率跟累积存活率 我们可以用来计算单年的平均违约概率 这个我们待会会讲 平均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个维度来讲 所以它们两个比较重要 而编辑违约概率的重要原因是在我们后面的 不同产品的信用风险分析的时候 分析每一段它的违约情况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编辑违约概率 所以呢 这三个维度是比较重要的 而Forward probability只是我们计算的一个桥梁 所以它可以看成是一个计算的工具 但不是我们主要用到的一个维度 那么我们刚才说这个第一 第二第三是可以推其他的一些维度 是怎么推的呢 再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假如说我其他的累积违约概率和这个编辑违约概率 不知道 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通过第一第二第三可以推出来呢 其实是可以的 我给大家讲一下 如果我现在知道了第一第二和第三 就是代表的是啊 这一段这一段这一段时间的每一段各自的情况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要计算累积违约概率可以怎么算呢 C应该就等于一减去第一 因为这是第一年没有什么悬疑违约的 对不对 那C二应该等于什么呢 啊 C二这个不是写错了 不是一点第一 等于第一 因为都是反映的是违约嘛 对不对 能跟上啊 啊 C应该就是等于第一 对不对 那C二等于什么呢 C二应该是在每一段都考虑 单独考虑的情况下的话 那应该是反映出来的情况是 第一年违约 加上第一年不违约 第二年违约 这两种情况吧 是不是 这个能理解吧 这个就跟我们在什么时候的计算是一样的 在平 呃 就平级转移矩阵当中 每一条去算的时候 是一样的 因为我每一条算的不就是第一年违约 第二年违约 或者第一年不违约 第二年违约的情况吗 对不对 他是不是最终就把他们全部都加动起来了 是不是 所以 C二应该怎么来算 就是第一年违约的情况 加上第一年不违约的情况 乘以第二年违约的情况 啊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平级转移矩阵 他的计算方法是完全一样的 对不对 啊 但都是把所有的情况都列出来以后 把它加动起来 所以呢 对应的C三其实也可以算出来 等于什么呢 就是第一年违约情况 加上第一年不违约 第二年违约的情况 加上第一年不违约 第二年不违约 第三年违约的情况 能看得到吧 啊 所以如果我们是当年的 啊 FORWARD PROVID算出来的话 我们是其实可以把累积维盖率 给推算出来的 那 累积维盖率有了 累积存活率都可以算的嘛 对不对 啊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刚才 我们直接告诉 告诉大家这个存活率的计算方法 来进行计算是一样的 那么啊 如果是通过刚才这种方法来计算的话 存活率就应该是吗 S1应该是等于1减去第一 然后呢 S2呢 应该是1减去第一乘以1减去第二 对不对啊 S3应该是1减去第一乘以1减去第二乘以1减去第三 这个能看得到吧 好 这是通过第一第二第三我们可以推出这两个维度 对不对 那接下来再看一下marginal probability of the food 啊 第一年的marginal probability of the food 啊 这个没有区别的 就应该是等于第一 对不对 第二年的话 我们之前讲过是C2减C1吧 对不对 看一下C2减C1 在这里的计算当中它变成了什么 第二年的marginal probability of the food 是不是就1减去第一乘以第二 说明什么 说明这是一个联合概率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联合概率 是第一年不违约 第二年违约同时发生的一个联合概率吧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 marginal probability of the food 是一个考虑整体的单年违约率 能看懂了吧 啊 他考虑的是第二年的违约 但是呢 他同样考虑第一年要这个不违约 是不是啊 啊 然后你再算一下marginal probability of the food 三年的话呢 是不是等于1减去第一乘以1减去第二乘以第三 对不对 他是不是就考虑了整体的 第一年不违约 第二年不违约 第三年违约的这样一个情况 对不对 啊 所以呢 啊 这个第一第二第三可以作为一个工具 帮我们把这三个维度都给计算出来 所以这几个维度之间的互相转换是要求了解的 而且如果通过历史数据来进行计算也是需要了解的 因为考试当中是出现过这一类的题目的 他给到你一系列的历史数据让你来进行一些核心维度的计算 那你要知道是怎么来进行计算的 那么这当中呢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还没有讲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还可能是需要计算一个什么呢 我们会发现这里计算出来的啊 第一第二第三或者说是marginal probability123 他们之间都不一定是一样的吧 是不是啊 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每年的啊 这个五月概率可能都不太一样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有些产品当中 比如说我是要估计它每年就是一个平均水平的话 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估计了 比如说我现在要去写一份报告 我要告诉你这个产品 比如说未来三年的 未来三年的平均的违约概率是多少 这个时候你能不能直接用这些数据来反映 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是不是还要预估一个平均水平 对不对 那这种情况下告诉我们 我们其实还有一个这个 我们还有一个背景的要求 就是我们可能是需要去估算一个平均水平的 那估计平均水平怎么来进行估算呢 你可以看一下这里的这些维度 只有哪一项是可能可以估算出平均水平的 CEC2C3S1S2S3肯定不可能一样的 因为它是一个累积数 是不是 这不可能是一样的 然后呢 marginal default probability 123可不可能一样 也不可能吧 对不对 因为它是先考虑第一年情况 然后呢 第一年第二年一起考虑 然后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一起考虑 也不可能是一样的吧 只有哪个维度可以化成平均水平 就是for the probability of default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转换成每年平均水平的话 只能够从for the probability of default上去考虑吧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问题就转换成什么呢 就是说假设说我现在是一个比如说三年的产品 我这三年的实际的for the probability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但是我要把它转化成一个什么呢 三年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假设说我现在要计算的是一个安年平均的 就是每年计算一个平均的一个数据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去计算这个平均水平呢 那我假设说第一第二第三我是已知的话 其实我们是可以推出来的 因为有了第一第二第三 我可以估算这三年的整体情况吧 对不对 三年的整体情况可以用什么维度来反映 可以用c3来反映 也可以用s3来反映吧 是不是三年整体情况是不是可以这样反映 因为我要现在要计算一个三年平均 肯定是从三年整体情况来考虑嘛 对不对 那三年整体情况来考虑的话 c3和s3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我们就会考虑了c3的计算方法 方法是比较复杂的 对不对 你可以看一下刚才这个式子 明显哪个计算可能会比较简单 s3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写一下 s3如果是在已知第一第二第三的话 它的计算就应该什么 一减去第一 乘以一减去第二 乘以一减去第三 那么我是可以通过第一第二第三 估算出s3的 对不对 那三年整体情况有了 我是不是就可以算出三年平均情况 是不是 那可以怎么算 假设一个安年平均的这样一个维度 那这个s3应该也可以等于是吧 一减去第一 average的三次方吧 是不是 所以说我已知了累积存活率 甚至已知了累积 我有概率的话 我是不是就可以算出一个三年平均水平 对不对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做analyze default rate 其实呢 这里的这个analyze不是指的是我是安年平均啊 这个analyze指的是年化的 只是说这是一个年化的违约概率 但是呢 这里我们算的是一个average的情况 所以我们并不一定要算的是每年的平均 我可以算每个季度的平均也可以 算每个月的平均也可以 明白我意思吧 就都可以根据你实际情况来进行分析 比如说有一些产品 比如说像迪亚贷款 它是月供的 那你可能要算的是每个月的违约概率 这个平均违约概率 那你也可以用过这种方式来进行计算 只是说呢 因为这个维度是年化的 那你需要根据年化来进行调整 怎么调整会不会 如果我现在不是让你算安年平均的 那你只需要把它调整成什么 把这个年化利率调整成你对应期限的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然后上面3乘以m不就行了吗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这跟我们一级算利率的负利形式是不是类似的 对不对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根据你实际情况 比如说你要算大月的 还是算单季度的 你都可以算 对不对 那我们再进一步的来说一下 考一个极端情况 比如说我要算每分为秒的一个平均情况 可不可以算 也可以算 这个时候算的是什么呢 m趋向于无穷大的情况 对不对 m趋向于无穷大的情况 这个其实跟我们在一级转换成连续负利形式 其实是类似的 这个我就不写了 如果你有问题可以下课来问问我 它可以转换成什么呢 e的负 a d r 乘以 3 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3是因为我们这里举例是3年 对不对 实际的话你要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 比如说如果是4年的话 这也就是4次发 如果是2年的话就是2次发 所以要根据你的实际的情况去进行转换 但是呢只要已知整体情况 我就可以推出平均情况 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呢 从评级系统我们展开了一些核心的违约概率的一个计算 包括累计违约概率的计算 编辑违约概率的计算 这个forward probability的计算 存活率的计算 以及每年平均违约概率的计算 这些违约概率的计算之间的一个互相转换是要得要掌握的 当然呢我们讲一上的公式写写写 看的不太容易懂 那你记住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基本上就不会有问题了 稍微大家解释一下的就是 这个是指的是连城 如果你真的想去看公式的话 你稍微了解一下 这是指的是连城 就说多个相成起来 然后呢 我看一下 这里好像有一个地方是写错了 这里当中应该是有一个空格的 这是两个公式 这里是两个公式 前面一半是一个公式 后面一半是一个公式 前面一半是一个安年做平均的一个例子 然后后面一个呢是安每分每秒做平均的一个例子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去看讲义的话 稍微注意一下这些特征就可以了 那我的建议是你把刚才我讲的这个例子记住就可以了 好 这是评级机构当中计算委员概率的一些方法 那我们结合一个数字的例子 再来总结一下 假如现在给到你这样一个数据 给到我们的这个NAVES指的是每年基础的存活的数据 然后给到的这个Default呢是累积数 就是累积到这一年的累积的委员数是多少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它计算的是累积委员概率 累积委员概率我们之前讲了 就是累积委员数比上期初数 对不对 那第一年就是10比上1000 对不对 第二年呢 应该22比上1000 然后第三年呢35比上1000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然后第二个它计算的是编辑委员数 编辑委员数就是可以直接用后一年的累积委员数 解决前一年的累积委员数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算一下 第一年应该是一样的 对不对 第二年应该是2.2%解决1% 就是1.2% 对不对 第三年应该3.5%解决2.2% 就是1.3% 以此类推 你可以进一步的计算 接下来呢 它计算了一个forward probability of default 那么只要用单年的数据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用这一年的委员数 比上这一年期初的啊 这个总数就可以了 那就应该第一年仍然是10比上1000 第二年的话要注意这是累积数 所以第二年应该是12 比上期初数呢 990 对不对 然后第三年的话呢 应该是35减去 22应该是13 比上978 这个能看懂吗 啊 这是forward probability of the food 然后呢 累积存活数和存活数 可以这么来进行计算 单年存活数的话 就是1减去forward probability of the food 就可以了 这个能看懂啊 啊 就是后面这一项 这一列就是1减去forward probability 他们两个之间互补的 然后呢 累积的呢 就是把之前的每一年的累 这个存活数都相乘就可以了 所以啊 第一年的话呢 就是1减去1%就可以了 第二年的话 就是1减去1% 乘以1减去1.2% 21 然后呢 第三年就是1减去1% 乘以1减去1.21% 乘以1减去1.33% 就可以算出它的一个累积存活率 这有没有问题 啊 啊 然后我们继续 最后两个维度 它考虑的是平均数 啊 discrete指的是 这一部分 它指的是安年平均 然后continuous指的是 安美分为秒平均 啊 那我们挑几个 比较核心的数据来看一下就可以了 第二年的 呃 两年的安年平均数 可以怎么算呢 看一下两年的累积存活数 两年的累积存活数是 97.8% 对不对 所以97.8% 可以写成是什么呢 1减去A D R 的平方 对不对 它安年平均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把A DR 给算出来 是不是 那么如果是continuous的话呢 就可以写成97.8% 等于 E的 负 A DR 乘以 平方 是不是就可以了 啊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一些数据 把所有的数据都给分析出来吧 对不对 然后实际产品用不同的维度去进行分析就可以了 啊 所以这是从评级系统当中引申出来的 违约概率的一些计算方法 啊 这一部分一般来说考的比较多的就是给你实际数据 让你来进行计算啊 所以你能够运算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部分 就是通过市场价格来估算违约概率 通过市场价格来估算违约概率 我们刚才讲过 我们主要讲两种方法 一种是债券市场的价格 另外一种呢 是股票市场价格 我们先来看债券市场价格 啊 债券市场价格 通过市场价格计算的违约概率 我们一般叫做risk neutral probability of the food 啊 那我们通过债券市场价格来计算违约概率 一般来说怎么来算呢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分析过程 一般来说假设的是零息债券 啊 就是说假设我这个债券在期中是不复息的 然后零息债券 我们现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为例 假如说我现在是一个一年期的 然后serial coupon的一个债券 然后我要去分析一下它的一个信用风险 然后来判断一下它的违约概率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们怎么来进行判断呢 我们可以这么来考虑 首先呢 我们考虑一下如果它发生信用风险的话呢 那到期的价值就会受到影响 对不对 所以我们假如说它到期就两种情况 一种是违约 一种是不违约 然后呢 我假如说它的面值 是一块钱的话 那这个时候违约的时候 它到期的时候应该拿到的是多少呢 应该是一乘以回收的部分 我没有说是百分之百的损失 对不对 所以是一乘以回收的部分 如果没有违约的话呢 到期是不是就拿到一块钱 对不对 那么到期它的价值的期望应该就是什么 PD乘以22 然后呢 加上1减去PD乘以1吧 对不对 那么它期出的价值 照理说应该等于什么呢 如果它只有信用风险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在到期限金流上 已经把信用风险全部都考虑进去了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如果折线的话 我需不需要用含有风险溢价的 这样子的一个折线率来折线 不需要 因为风险已经被我全部都剃除掉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折线的话 我应该用什么维度来风险呢 应该用五风险利率来折线 对不对 所以它的价格应该是什么 除以1加上五风险利率 这个能看懂吗 那我们说如果不是这样分析 我只要说到期率是一块钱 那这个时候我要计算它期出的价格的话 这个时候因为现金流上我没有分析风险 所以它其实是有风险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折线的话 我应该是用一个包含了风险溢价的 这样一个维度去折线吧 对不对 所以它的价格就可以写成什么呢 可以写成1除以1加上YTN 是不是 而这个YTN当中呢 包含两个部分 一个是无风险的部分 一个是风险溢价的部分 是不是 那么我们说一般来说没有套利情况下 它们两个应该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通过这一下我们就会发现 如果我已知YTN 已知无风险利率 已知回收率的话 是不是就只有PD是未知项 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把PD给算出来 这个大家能理解吧 所以根据这个分析 我们最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呢 就是这个PD等于什么呢 等于LR分之1 然后1减去1加上YTM分之1加上RF 这是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 然后这个结论得出来之后呢 我们进一步的来看一下 在这个分析过程当中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 这个设论做一个调整 我们可以把这个括号当中 做一个通分 就变成了1加上YTM分之 YTM减去RF 这个能看到吗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假如说 我把这个YTM忽略不计 当然这只是一个近似 如果我把这个YTM忽略不计的话 因为一般来说它都不会特别大 对不对 忽略不计的话 这个设论会变成一个非常特殊的设论 它会变成什么呢 PV乘以LR 约等于YTM减去RF 这个能看到吗 就是我假设说 这个YTM 分子上的YTM 我假设说是接近于零的话 那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设计 写成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这个形式的话呢 其实我们刚才讲过 假设说只有信用风险的话 YTM减去无风险利率 是不是就是risk premium 对不对 risk premium在信用风险当中 我们也可以写成什么 credit spread 信用溢价 或者说信用利差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成 PD乘以LR 约等于credit spread 这个说明什么呢 其实你可以在PD乘以LR 前面再乘一个E 把这个E看成是exposure的话 它其实就告诉你 一个信用利差 其实就可以看成是 对于一单位的信用资产的 预期损失的定价 能看懂啊 前面加个E不就变成了 exposure乘以PD乘以LR了吗 不就是预期损失了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credit spread 其实可以看成是 一单位的信用资产的 一个预期损失的一个定价 那么这个式子呢 也可以帮助我们 估算网约概念 也就是说 如果说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产品 我不知道它的YTM是多少 我也不知道 这个市场无险的预期是多少 但是呢 我知道这家公司现在呢 有一个针对它的一个 信用违约互换的一个产品 那信用违约互换的产品的话呢 它就会有一个 这个互换的一个定价 而这个定价呢 一般来说就是指的是 我买这个信用保障的一个保费 而这个保费呢 我们通常叫做 credit default swap spread 那这个维度 其实就相当于是 对于信用风险的一个保费 所以它也可以看成是 一个credit spread 那也就是说 在有一些条件未知的情况下 YTM RF不知道的情况下 如果我已知 对应的credit spread的话 其实我可以通过第二个市值 来估算违约概率 这个大家能看到吗 所以说呢 我们把这一部分内容 稍微总结一下 我们把第一个市值 看成是一个精确的计算 然后呢 把第二个市值 看成是一个近似的计算 我们在用债券法 估算违约概率的时候呢 这两个市值都是可以用的 但是呢 有几点是需要注意的 它的使用的方式 不是直接都可以用的 因为为什么呢 毕竟近似只是一种近似 所以说数据比较全的时候 尽量不要用 为什么 因为它会有误差 误差而且会比较大 所以一般来说呢 我们的结论是这样子的 当数据是比较全的时候 就比如说YDM RF都给到你的时候 或者说市场价格 给到你的时候 而且这个产品是不复息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精确式来进行计算 所以考试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判断一下 然后呢 如果是数据比较全的 所有数据都给到你的 但是它是一个复息债券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要用精确式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复息债券其实不只是 到期的一个分析 它前期都要做分析的 因为前期都会有现金流的 所以呢 复息债券分析起来比较复杂 我们建议用的是 近似式来给你分析 然后第三种情况 就是数据不全的情况 就是说YDM RF都没有给到你 它给了你一个 比如说信用委员互换的定价的话 那这个时候 我可以把它的定价 看成是credit spread 那么这个时候 数据不全的时候呢 我们也用的是近似式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呢 就是你要注意一下 它的假设 就是说 它的假设是不是说 只有信用风险 如果说 它就告诉你 其实还有一些 其他的风险的话 这个时候你credit spread 是不能直接用的 它给到你的risk premium当中 可能有其他的风险溢价 你要把这些风险溢价剔除掉 才是credit spread 才可以来进行运用 所以呢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基本的逻辑 按照这个来进行 然后呢 再看一下它的假设 基本上 我们就可以通过债券价格 来计算委员概率了 这是债券法 计算委员概率的一些方法 这当中呢 我们重点提了一下 这个credit spread 那我们稍微来展开一下 这个credit spread 这个credit spread 一般来说 它计算是什么样子的 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如果是直接计算的话 最常见的一种计算方法呢 就是用一个 这个 有风险的资产的 它的一个收益 减去一个无风险资产收益 来进行计算 这是一种方法 当然这当中 必须要假设 它只有性无风险 对不对 但是这种计算方法呢 有一个问题 它没有考虑到 整个利率曲线的变化 因为它的无风险利率 可能整个利率曲线 它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我这样只是计算了 某一个期限的 它的利率之间的一个差异 对不对 但是不同期限的利率 可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还有其他的方法来进行计算 这个在哪里讲过 在一级讲 Mortgage的时候 其实我们讲过 我们讲过OAS 还记得吗 对不对 讲OAS的时候 我们讲过C-Spread 对不对 C-Spread其实是另外一种计算 信用风险溢价的一种方法 就是考虑整个利率曲线 那它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从定价的角度来看的 就是说 我们对于一个产品的价格 它的Market Price 应该是反映了无风险 以及它的风险溢价的 对不对 它应该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未来的所有现金流的 贴线求和 对不对 那这当中 如果是Market Price 应该是有风险溢价的 不是风险中心的溢价 对不对 所以它的分子部分 应该是1加上无风险利率 然后呢 再加上C-Spread 对不对 那么在已知Market Price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导推C-Spread 对不对 这个C-Spread 也可以看成是一个Credit Spread 一个计算 那除此之外呢 我如果不是直接算的话呢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可以直接观测一些特殊的产品 作为一种替代 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CDS CDS其实我们已经是讲过的 就是因为不是重点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它指的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信用风险 类似于像一个保险一样的东西 一般来说呢 它有一个买方和卖方 买方是一个保险的购入方 然后卖方呢 是保险的这个卖出方 买方支付的是这个CDS Spread 就是它的一个保费 对不对 卖方承诺的是 对于它的这个underline assets 如果出现违约的话 它会给它做一定的赔付 对不对 所以CDS Spread 其实可以看成是 对于信用风险的一个定价吧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不能通过 第一种方法计算 不能通过第二种方法计算 我们还可以直接观测市场上 CDS Spread 把它看成是一个 对于信用风险的定价 也是可以的 所以呢 这个CDS Spread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去进行分析 那么CDS Spread 对于一个产品的价格的影响 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因素 因为它反映的是信用风险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经常会通过一个维度来分析 这个维度就叫做Spread01 或者叫做DVCS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就跟DV01很像 只不过呢 DV01分析的是利率变动一个基点 对于价格的影响 是什么样子的 DVCS分析的是 CDS Spread变动一个基点 对于价格的影响 所以呢 它分析的是 信用利差 发生一个基点的变化 对于价格的影响 是什么样子的 而这当中呢 一般来说 我们常用的 就是用CDS Spread的方式 来进行分析 比如说 我计算出 基本的CDS Spread是多少 然后调整它的大小 上升0.5个基点 下降0.5个基点 算出新的两个价格 算它们的差额 就是一个基点 给我带来的变化 对不对 比如说下面这个例子 假如说 现在这个借程价格是92块钱 它的C Spread是207 然后呢 我调升调降 各调0.5个基点 那可以计算出新的两个价格 对不对 那这两个价格之间 正好是一个基点的 Credit Spread变化 对不对 那么它们两者的差额 就是一个 这个DVCS 或者是C 这个Spread01 就是0.21 这是从债券法 计算违约概念当中 衍生出来的 关于Credit Spread的一个介绍 稍微了解一下 那么债券法这一部分 一般来说呢 考Credit Spread的这一部分 比较少 考的比较多的是计算 也就是说 通过债券价格计算 违约概率的方法 所以这里重点记忆的是 如何通过债券价格 来进行计算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债券法计算违约概率 既然非常容易来进行计算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用其他的模型呢 是因为它存在一些缺陷 什么样的缺陷呢 首先第一个 债券市场不一定是陈述市场 所以债券价格不一定是有效的 所以呢 不一定能够通过债券价格 直接反映出它的一个风险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我分析对手房不一定发债 是不是 它不一定发行债券 你没有债券价格 怎么分析呢 所以这个时候 你也不能用债券价格来进行分析 还有一种情况 它可能发债的 但是它可能是一个含权债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的 一些Coboburn 含权债券 那么我们知道它的风险 一家当中不仅包含的是信用风险 对不对 还有什么 天长富的一些风险的一家 对不对 所以也不能直接去进行分析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引申出了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我们可以考虑 用股票价格的方法 来估算我的概率 这就是它的一个背景 为什么债券法 不是这么常用 原因就在于 存在一定的缺陷 那么股票价格法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点 内容比较多 我们放到下午来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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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